瑞穗乡赫钢阿美族民族小学的学习场域 从校园拓展到校外的部落 从9月份开始学校和商工所 齐美文物馆结合 运用手机等媒材 透过孩子的双眼来探索自己的部落 同时自行策划成果展览 透过孩童的视角看见不一样的部落 也让部落头目、学生家长都广目相看 自己的拍摄记录作品、自己策展 亲自向部落头目、家长以及贵宾导览解说 用手机来认识自己的部落 学生们个个收获满满 最开心的是跟大家一起做模型 还有去齐美部落 就是我拍的是关于我们在齐美博物馆上过的东西 该支挂牌成立不到两个月 瑞穗赫钢阿美族民族小学串联 相公所齐美文物馆资源 从9月初开始推办媒体影像记录实作课程 学生们透过自己的双眼 用手机探索记录自己的部落 并且在今天自行策展发表 令部落头目、村长以及向代表林玉芬 南区县政中心副主任周玉梅等嘉宾刮目相看 在老师以及文物馆馆长的带领下 学生们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 不仅学会从影像的拍摄记录到剪辑技术 对自己的部落与其他族的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看到孩子们是用自己的眼睛 还有打开自己的心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图像 就是现代阿美族 孩子要懂得善用这个资讯科技的媒体 然后表达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除了透过实作与参与来学习传统文化智慧 校长尤可如也强调 赫钢阿美族小学的传统文化智慧教育 与现代科技生活相辅相成 与时俱进 这一次透过现金的媒体素材 影像传播来认识自己的部落传统 学生们心智高昂快乐学习 成果表现也令师长们肯定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